那你知道现在AI这么样强大的发展跟进步当中 你用一台手机就可以找到非常多大量的AI资讯 其实有很多的问法你可以问他 好比说我们今天要突然要见到一个 CNC工具品牌的总经理 请问我接下来要跟一位CNC总经理聊天 我需要赶快复习一下什么样的英文单字 接下来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些情绪 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白目的客人 或者是明明就是工作做完他不给你尾款 这个时候你要认真想想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要把他钱要到 他妈的尾款你到底要不要给我 你不给我尾款我他妈的怎么过年 原本你要传出去的讯息是讲这样子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这种情绪的影源 有时候一出去直接炸锅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问AI 嗨的好欢迎收看这礼拜的超认真少年 我是超认真 在去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大陆的谈论说 AI时代要来了 你现在看AI它能够制作出多少图片 你看AI它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影像 你看AI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劈里啪啦 然后各种一样相关产业的东西 如何大涨股票狂飙什么之类的 你一定想说身为工业人士的你干我屁事 大不了你叫机器人来现在帮我抹墙壁啊 大不了你现在叫机器人来切木工啊 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只是这个时间点还没到而已 而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这些从事工业的人呢 应该要如何使用这个AI呢 那在这段时间呢 我公司跟我个人算是在大量使用这个东西 人家都说AI是一个很容易会欺骗你的东西 但其实你只要问问题的方法对 它是一个非常好能够找到历史资料 跟非常好去捞到工程数据的 就是各种公式的东西 而我自己认为呢 不管你是做现场的 或者是在后面做规划的 或者是你画图的人 其实你都要开始利用这样子的工具跟功能 然后来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而假设如果今天你是个小学徒 有些问题你不方便问你的老师傅 你怕会骂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利用AI 让你有一个将对基础的概念 所以今天呢我也不跟大家讲 什么一些噼里啪有的没有的奇怪软体 我先用一个大家比较常通用的东西 就是ChatGPT 然后跟大家分享说 我自己个人比较常用的几种方法 那大家呢 不管是从事任何的行业的 你都可以copy我这个方式 却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厉害的工业人 我今天呢算是把它分类成 几种常用的使用情境 我们现在在做现场做工程嘛 你要知道这根不锈钢 它到底能不能支撑 这么重的重量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呢 老师傅这个时候就出来 就是用他的经验概念去想嘛 那以前呢 我跟老外工作的他们方式 他们会算公式 但是要算什么公式呢 你是不是也很难知道 你也很难知道说 这个东西的材料系数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利用AI 去用他的后台数据 去帮你捞出这个东西 好比说 请问我现在手上有一个 20x20mini的不锈钢304 它的长度大约是2米 它能够承受的垂直重量是多少 然后你就可以让它开始算 它就开始算说 304它的属性是什么啊 它的弹性魔术有多少啊 它的密度大概是多少 然后它就会射出它的假设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要仔细看一下 它算是是对不对 因为有的时候它会误解你的意思 所以你还是稍微要有一点 公式的概念 好 初步结果 它每次算起来也不一样 干X的 等一下 欸不对 我发现我没讲到厚度 所以你在要给AI指定的时候 大脑要蛮清楚的 就是你的长度、宽度、厚度 然后你都要给它 我再问一次啊 我现在手中有一支20x20的304不锈钢 厚度2mm 长度2米 请问它能够承受多少的垂直重量 把搓子改一下 偶尔会出现一些搓子 2mm 输入进去之后 它就开始计算 就是按照你给的条件之下 它能够算出它的屈服强度 然后跟截面形状的性质 然后之后就开始计算 它能够承受多少的压缩力 在它算的这个同时 按照我的经验值就是通常我们会大概抓个 700到1200公斤左右 因为你不能算它的完全平均承受力 就有的时候现场地稍微不平 稍微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形 有些外在因素 好 我们来看它的结论 它的结论就是考虑长度影响 或者是它的挫曲 就是它的扭曲 所以你会建议多少重量以下 它有一个安全建议重量 它建议就是小于或等于1000公斤 一顿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它就会给你一个它个人的动态承重的建议 跟静态承重的建议 你就可以用僵子的形式 然后去套入不一样的材质 你现场现在是什么弓箭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材料 然后去问 但是在这个给它问题的时候 你有一个重点 因为它的讨论区都是一整串的 所以一我会先建议你先问它 这个材料系数是多少 二告诉它的情境是多少 三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比较容易打出答案 第二种就是假设现在我们在现场工作安装的时候 你要叫吊车 你又不知道吊车要叫几吊的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问AI 我想要吊一个两吊重量的车子 吊到大约3米5的高度 我的跨度大约是15米 请问我应该要叫多少吊的吊车 厉害了吧 你看这种问题 一般你问老师傅的时候 他一定问说你要吊多重 你要吊多高 你要吊多远 所以这三个问题你给他的时候呢 他就给你建议说 如果你的需求 2吨的车子 他要吊到3米5的时候 你的跨距15米 你可以大概叫多少 他前面会有一些 厂用的吊车规格 然后跟具体的建议 所以他就告诉你结论 第三项 选择20吨以上的吊车会比较安全 所以他就25吨到30吨 是通常他建议比较安全的吊车 是不是很快啊 接下来呢第三种 算是我觉得各个爱车的男性 喜欢玩摩托车 喜欢玩汽车的人 你都可以用 我个人也常用 好比说今天你是摩托车店的学徒 或者是今天你是一个老师傅 也没关系 每一台车子来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它的型号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它年份 它里面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 你也不知道它里面用的是什么样的规格 或者是你也不知道 它是用什么样多大小的轮胎 这个时候我们会干嘛 我们会回去翻维修手册 但现在在这个AI时代很方便 请问2017年的凯旋8本轮胎的规格 诶 我在讲他 我就问AI最难的时候就是你要想好问他 请问2017年的凯旋8本 它的轮胎规格是什么 马上 你看 前轮190-19 后轮150-86 超方便 是不是你就可以不用去上网 然后打Google 然后再问凯旋什么时候 要自己找很麻烦 好比说另外一种 请问2006年的哈雷斯Poster 使用的是哪一个画油器 你就可以找到2006年 SPoster的车款 它使用的是 Kai Kim CV的这款画油器 你可以看到它从2017年 开始使用电子朋友的系统 就是你大约 就是这种网路有大数据的东西 你基本上都可以从AI里面找到 接下来有几种 就是我觉得大家 就是如果要学习工业知识的话 会很常会用到的 就是语言问题 好比说 请问我如果想要学木工的日文 我可以学哪几种是比较常用到的呢 你就问这么样的口语的方式 然后它就会教你一些木工里面的工具 比如说镊子啊 手具啊 刨刀啊 锤子啊 电钻啊 刨机啊 枣子啊 夹具啊 两尺 然后它同时会教你就是木材的种类 它应该怎么念 有石木啊 快木啊 然后它后面连发音都有 它同时下面会同时会教出你一些例句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学习 就是不同语言的国家东西的工具跟材料 非常快速 很方便 我很常用 另外有一种 就是我个人 也会蛮常使用的 好比说 我们今天要突然 要见到一个 CNC工具品牌的总经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要赶快迅速复习一下 就是CNC里面的英文单字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样的情境告诉他 请问我接下来要跟 一位CNC总经理聊天 我需要赶快复习一下 什么样的英文单字 CNC品牌好了 就是我把它 它在后面就会讲说 CNC里面的相关基础资讯 就比如说你的速控系统 加工中心 车销应该怎么念 车锡 精度 然后容差 基本上它如果是翻译类的文字 我都觉得不太会有错 而且我自己会很常使用 就是让它去帮我翻译一些外文 那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所以我觉得它在语文 翻译能力 跟识别能力 这方面我觉得比Google翻译还要好用 而且同时也可以训练你的语文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 你如果一般人 你以后想要到国外去工作 或是你想要同时练习一下国外的一些语言 那你都可以常常使用 接下来这个 我觉得我们算公司 就是这几年大量的使用 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常常都会有一些情绪 那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白目的客人 或者是呢 明明就是工作做完 他不给你尾款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问AI 他妈的尾款你到底要不要给我 都已经过多久了 我已经做完两个月了 你到现在还不交给我尾款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不给我尾款 我他妈的怎么过年 原本你要传出去的讯息 是这样这样子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这种情绪的语言 有的时候一出去 一翻两瞬眼直接炸锅 这个时候你要认真想想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 要把他钱要到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ChatGPT 然后请他用比较委婉的方式 帮你修饰一下 请帮我用比较委婉的方式 修饰一下这段话 我要传讯息给别人 他这时候 他就会用比较委婉专业的表达方式 您好 关于我们合作的案子 所有的工作内容 我早在两个月前完成 但至今尚未收到尾款 由于年结将近 这笔款项对我来说相当重要 希望您能够理解 并尽快处理尾款 支付事宜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不便之处 也请随时告知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沟通 看 AI多好用 他会不会忍太好 可是你现在已经感觉是很强烈了 但是如果像你讲的 你现在还是很不爽 你就可以请他再调整 帮我调整更强势的字眼 然后再传讯息给他 以下他就给你更强势 但是仍然保持礼貌的表达方式 您好 关于我们合作的案子 我的公司早就已经在两个月前完成 但至今仍未收到尾款 这笔款项基于我们的合作约定 应早已支付 现在年结将近 这笔款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希望你能够立即处理支付 否则可能会影响后续的合作关系 你看 是不是强硬了一点 你又要卑微一点呢 请帮我修改成更卑微更可怜 因为毕竟人家是长辈 我想要用一种很卑微的心情 传讯息给他听 我们再请他修改一个更卑微强势的一个 不好意思打扰您 由于我们已经合作的案子 我工作其实已经在两个月前完成了 但目前还没收到尾款 因为年结快到了 这笔款项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家里有很多地方需要用钱 所以才冒昧的请您提醒一下 如果是我疏忽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请您一定告诉我 我们会尽快配合处理 也非常感谢您的帮忙跟体谅 再次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期待您的回复 谢谢您 卑微 总而言之 AI在这段时间里面 算是帮我们处理很多公司上的情绪问题 但这些强烈的语言 都没办法把事情处理好 这个时候你又蹲不下去 你又觉得我要跟他道歉 他们好像要吃我两道一样 没问题交给AI 反正这些话都是AI写出来的 不是你的本意 我们的本意就是 干你XXX 你要不要给我钱 那你知道现在AI这么强大的发展跟进步当中 你用一台手机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大量的AI资讯 还有AI的使用程式跟应用程式 那你知道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在你工作的时候手机摔坏了 所以在这一集支持我们现场工人 如何使用AI的赞助商 那就是C牛顿 你知道iPhone在出到iPhone16的时候 旁边就会出现一个小按钮 可以让你用相机 但是每个人都想要装壳 不过你装壳了之后呢 你却发现这个手按下去实在是很压格 反而是iPhone16设计的这个按钮给你 结果你变得很难用 因为你装了手机壳 那C牛顿就不一样了 它为了解决市面上 所有这个防摔壳的iPhone16 bug 他们就推出了这个东西 相机按钮版的防摔手机壳 它有非常多款的颜色跟款式可以挑选 它上面的按钮呢 采用奈米碳管电容式触控感应 它这个设计呢 让你的反应变得更黎明 触控变得更快速 所以它的孔槽座位里面 它做了纵向跟横向的高低插设计 它可以更流畅的按压 又可以有效的降低误触 总算让iPhone16的相机控制键 变成重新可以开始真正使用 那身为一个科学跟材料知识的频道 你知道奈米碳管是什么吗 CNTS 它这个其实是一种 碳原子组成的原柱奈米结构 而且奈米碳管的强度呢 是钢材的100倍 密度呢 只有钢的六分之一 所以呢 你把这个高强度跟轻盈的材料 运用在你的手机上 它同时也很常运用在很多高科技的产业当中 然后你仔细看一下 它这个黑黑的一排上面呢 它其实有小小的六个小点 它这六个小小的点点呢 可以跟iPhone16上面的同处点完美的结合 所以你在调整光圈 还是调整距离的时候 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反应 而这种分离式的设计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一 它本身又可以增加你这个按钮的保护强度 二 就是你可以让有一些人 还是想要按到机子本身 有一些人喜欢像我一样 想要顺顺的这样可以滑过去按的话 都可以拥有不同的选择 这一代的改版呢 除了增加了这个按钮之外 另外就是镜框头加高 有没有看到加高 你一定看不出来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加高 但是它这个加高呢 就可以防止你的镜头被碰碰到 而它们透明壳的材质呢 是百分之百终身保护绝对不会变化 而新有度呢 它可以是完全百分之百回收 都可以再把你的手机壳 再置到下一代的iPhone 或下一代的新手机上面去做使用 防撞能力呢 也是超越均规 你是不是很常听到均规这个词 但其实均规是有一个规范 是不能乱用的 有机会我再把均规重新讲一次给你听 感谢本集Sugar Daily 那我们继续 接下来这个呢就关系到安全问题了 如果说今天这个状态 你不太确定安不安全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时候 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用 背负式安全带 或者是我这个时候 到底是不是要戴安全帽 而且尤其是有时候 我们会跟国外的朋友合作到工作 每个国家 或者是我们到不同的国家工作的时候 它的当地法规 可能我们不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交给AI 请问我现在站在一个大约4.5公尺高度的音架上 要安装墙外的冷气机 我需要穿戴什么样的安全设备跟护具 还有要注意什么事情 好 这个时候它就会进到就是说 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要 什么样的安全帽 它要符合什么样的西衣标准 然后或者是符合什么样的标规 还有你的全身式安全带 还有防坠落绳索 防滑手套 防滑鞋 护目镜 工作腰带 然后这个时候你还要下面同时提醒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音架 在音架里面 你的搭载牢固性 底部有没有稳定啊 你的锚点 正确的锚点 它至少要能够承受15kn的重量 并且不放在你的工作 好接下来还有后面就是 会提醒简单的讲说 你的冷气要装上去的时候 你可以用吊绳滑轨 然后系统搬重 这种东西你都可以不确定 你是不是需要穿什么 或者是你需不需要穿戴什么样的东西 那你都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去提醒你 好假设 我现在人在德国的汉诺威工作 依照当地的法律 我在安装220V的电线 需要穿戴什么样的防护装置 还有需要什么样的证照 我觉得有趣的是 AI它可以去搜寻国外的网站 然后呢 同时翻译成中文 然后来告诉你 好所以 你需要的是 你需要你的PPE 比如绝对手套 防护眼镜 防护服 安全鞋 安全帽 然后呢 在德国的资格证书 它需要取有电工证书 电工 然后他们在德国有一个电器工程师协会 VDE 然后它有制定的相关的标准 然后上面又有一个网站连结 你就可以从网站连结上面去看一下 德国的VDE认证 这边 就是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的证书 而其实这个AI的运用呢 它除了从文字输入之外 它现在其实还有一个语音版本 就是假设你今天想要练习英文 练习日文 都可以这样子跟他说 呼呼呼 佳佳愉快 我已经仔细了 对了他可以帮你选择一些 你又不一样的谈话对象 找个梅亚跟我们聊天好了 嗨你好 阿啰 今天过得怎么样呢 我很好 我现在想要开始练习英文的口说能力 你可以告诉我十种比较常用的英文单字吗 当然可以 这里有十个常用的英文字 Hello, please, thank you, sorry 這些都太簡單了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說 我今天晚上想要跟一個跨國的CNC老闆一起參序 你可以開始假裝你就是他 然後我們需要一點英文對話的練習嗎? Sure, let's practice You can start by introducing yourself For example Hello,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Blank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dinner Then we can move on to discussing your company and the CNC industry 你看酷吧 接下來你就可以用假裝他就是他 然後來開始跟他做不一樣的英文對話練習 就日文、英文、法文 其實他都可以 最後他當然還有很多的功能 好比說他可以用視覺辨識 好比說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資料清單 用照片的方式然後去讓他去閱讀 甚至我自己覺得很方便的就是說 假設今天我要做一個房子裡面的水電規劃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問法你可以問他 然後讓他去幫你完成一個 簡單或者是有條理式的規劃方法 那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內容呢 你可以在下面按個喜歡 然後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有什麼相關的AI資訊 或是相關的AI問題 都歡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們頻道 拍出更多的工業知識跟工業生活的影片 也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者是可以購買我們相關的周邊商品 都可以支持我們這間公司 就是可以開得更久喔 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是很喜歡 這類相關的AI影片的話 那我們下一次再拍一集給大家看 那就是這禮拜的超認真少年 下禮拜見囉 掰不 各位超認真的觀眾們大家好 為了感謝大家長期支持我們的觀眾 所以我們常常在會員影片呢 會放出一些折扣碼 或者是會放上一些比較特殊的價格 特殊的東西 然後讓我們的支持會員朋友們 能夠購買 或者是能夠獲得折扣 以前呢 我們都是使用一種 團購啊 然後一段時間的限制啊 的方式 於是我們就找了一個第三方的代理商 然後讓他能夠購買一些 這個村偶斷製物的東西 進來台灣 然後讓觀眾朋友們可以購買 但是賣完都沒有了 數量非常少 只是為了回饋一下 我們的觀眾朋友 那如果你同時是我們頻道的會員的話 你就記得要去會員影片裡面看 如果是會員的話 你就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 去買到這些東西 所以也歡迎大家能夠長期支持我們的會員 加入我們 謝謝大家